稱所謂work hard play hard 等到位時,阿聰和姜濤不時鬥 之前他因為射籃輸給姜濤 要罰掌上壓 不過阿聰當時留言說 不准少少甜頭你,怎麼哄你入局 不知道這個局最終是阿聰反勝 還是姜濤笑到最後呢? 他投訴我當時所謂輸了 當然是輸了 但其實我不是輸給他 我只是輸給我自己 他投訴我 之後當然有再比拼 但因為我真的很疼他 我不會把這片放出來 我會保留他的形象 這些東西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不會投訴的 不會投訴的 我會保持 你們想看他做掌上壓 不會從我手上看到 我會自己拿出來看看 似乎回味都不夠 阿聰說如果再跟姜濤合作 想跟他在另一方面再鬥過 跟姜濤爭爭女生 哪個女生不重要 最重要是我 咬贏姜濤和Edan 理會你誰 照輸 債廳已經很想知道 阿聰到底怎樣 戀人姜濤和Edan 奪得美人歸 真是有得想 阿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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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聰